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约伯所说的话 我跟大家分享一则故事 这我蛮喜欢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一个喋喋不休的妇人就向牧师请教 她说牧师 我学祷告也有好多年了 可是从来就没有感觉到上帝和我在一起 牧师就说了 请问你是怎么祷告的呢 这个时候妇人就说 你不是说如果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 就背诵主导文吗 然后那个主导文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二十三节 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如此说吗 是啊 没有错啊 这个牧师就这样回答了 那么为什么我都没有感受到上帝和我在一起呢 牧师思考了一下 想一想 想起这个妇人呢 经常就是碎碎念的那个样子 牧师就说 如果你一直不停的说话 上帝哪里有机会插嘴呢 你试试看吧 别说话 给上帝一个机会说吧 这个时候妇人就说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做呢 牧师就说 你试试看啊 就是每天早餐以后呢 把房间收拾干净 然后找一个舒适安静的位置就坐下 最好是可以看得到整个房间的这个位置 如果这个还有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花园的这个窗户的一个位置的话 那就再好也不过了 接着 你先祷告一分 两分 三分钟 随便你 然后呢 就在上帝的同在之下呢 安安静静的做了十五分钟 不要讲话 记住哦 你祷告完了以后 不要再说话 换上帝去说了 牧师就提醒这位妇人 你要尽可能的安静 用你的心安静的去听 总而言之呢 就要闭上你自己的嘴就对了 几天以后这个妇人就很高兴的就向牧师说 牧师啊 哇 我终于经历了这个上帝的同在 牧师其实啊 也不了解他是怎么得到的 不过呢 也为他高兴就问他 你说说看吧 你是怎么样感觉得到上帝同与你同在呢 这个时候妇人就说 当我闭起我的嘴的时候啊 用心去体会的时候呢 一股平安喜乐的那种感觉就渐渐的升起 围绕着我 我可以感觉到那个就是上帝的同在 朋友们 上帝是用很微小的这个声音来跟人说话 所以呢 需要一颗安静的心来听上帝 圣经形容上帝的同在是那种就是耶和华从比方说像圣经里面谈到的就是在那里经过的时候 那边就有一个大的风发作 然后崩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这个风当中 对不对 然后地震啊 耶和华也不在当中 地震以后有火 可是耶和华也不在当中 火之后有一个微小的声音 这个故事我告诉大家是记载在《猎王记》上的十九章 上帝的声音我所要讲的就是说呢 通常都是微小的声音 如果希望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 就要在安静当中听上帝向我们说话 怀着那种信心让自己安静下来 就能够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 就像约伯所说的 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 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 朋友们 我再一次的念给大家 听上帝对我们今天的灵命日良 所要传达的就是 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 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 约上你赐福你 愿你平安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明天见 明天见